南丫海难的内部调查还在做 预计明年的第一季会有结果 而现任的署长廖汉波明年就会退休 这个时候官场正在流传 政府计划打破传统 由政务官空港接任 盛传接这个位置 就是政府新闻署署长黄伟伦 海市署过去都是由专业职系的人员做署长 廖汉波在86年加入海市署做海市主任 有多年的航海经验 亦都有船长牌 在海市署里面逐级升到处长这个位置 海市署里面的如意算盘 原本就是廖汉波明年退休的时候 就会由现任的副署长童汉明升上去 不过经历南丫海难 其实调查报告都揭露了很多内部行政差劣的情况 所以政府其实已经在部署空港一个政务官去整理 虽然黄伟伦在政府做过不同的部门和政策局 但近年担当的职位其实跟海市署都没关系 可以说是白纸一张 相信要它空港到海市署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猜试 因为海市署内部基本上都是专业的职系 在南丫海难一役 调查报告其实就批评了署内部有一些恶杂 这些批评已经是野内部门里面的员工非常不满 大家都看到了 有退休的海市署严旋主任就着报告的内容提出司法覆核 其实就反映到内部有多么不满这份报告的批评 所以政务官要空降海市署必定是遇上巨大的阻力 其实黄伟伦任职新闻署署长已经超过四年了 政府内部都不时会传出他会调类这个崗位 政府短期之内就会公布由政务司司长办公室专员聂德权 接任黄伟伦做新闻署署长 但黄伟伦就不会立即离开新闻署 会再坐一会做好交接的工作 听闻原空近半年的新闻统筹专员这个职务 也很快会公布 预料都是会由之前盛传的冯伟光接任 行政长官梁振英上任以来 传媒对他们的批评都相当占锐 有人说梁振英对外对内 其实一直抱怨觉得政府的新闻发布做得不好 今次有两个主管政府新闻发布的人是新人埋位 正好可以展现一下反对意见这么大 究竟是新闻发布的手法有问题 还是政策和政府的处事手法本身都有问题 管理人